灰灰战队的兄弟 你小心啊 我记得他们这个打法是不是要抓上啊 刚打野 哎不对呀 辅助剑圣好像是在点燃的吧 他这个就是墙位置吧 这是单纯的墙位置吗 完了 也许没了 你怎么这么高 我打一套技能 他不掉血 这波技能可全中了 两边数字不一样 压下去啊 不是啊 有狗啊 为什么三人抓人啊 哎别让一阵队玩游戏啊 他怎么补刀还有九个啊 越了他 什么 兄弟 他一个人在下路真的不能让他玩的 他就应该数到一级 就打脸上的 帮我把线推了 帮我把线推了 他有TP啊 他有TP哥 完了 这TP很掉 别让控 黄月下兄弟 你不去月我来 像这种 打野不去下路的 辅助不去下路的 这种ADC他就不能玩 好 兄弟们 左下 发一条免费弹幕 领取身份红包 还有 一分钟 他可以参与一下弹幕抽减啊 谁来都可以参与的 好了 上单可能要不应 应该得逼一步 别让他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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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赏一下 欣赏一下 如何擦到 三包一 牛逼 似乎永恩也去了 四包一其实 只不过 没有出场的机会 现在我觉得 我们下路应该得 把这个一塔赶紧拔了 把一塔赶了 然后换线了 这边双打野 不知道这抢位置还怎么 双打野拿先锋 应该会很 很快 射角为什么带电行 因为从上暴力美学 主播 以暴力为主 电行是一个双刃剑 打得好 打你用你的微操去解决 可以打 你要打不好的话 最先就要G了 QA A一刀 拜拜 站太坦后面 这样可以挡Q 跟他站一起 形成一条直线 凯南就是想反杀我 他跑不了了 电行这个东西什么时候都可以带你知道吧 只不过现在不是 现在这个符文属于是逆版本 以前带这一套你一套技能打中了你就可以秒人 现在 由于各种削弱 你需要各种微操你才可以杀人 所以风险很大 去中 去不中兄弟求你了 推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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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听我的 真跃加跃 我本来就想推个线的哦 要跃个EJ吗 算了吧哥 新手带什么风 新手带电行 正常的分段电行都是挺好用的 分段太高了对对手不给你机会你杀不了 杀不了的话 到了10分钟你战绩平平或者说被杀了一次就 慢性死亡了 这个东西前期必须要打 优势 谁是一个前中期没打出优势的话就脱节了 高分段不实用是因为他们太稳了 正常就带电行就行 我说正常是服务的王子一下大师一下 基本上他们都会给机会呢你放心 我也打一张 好预判 闪现 翻墙拉开 锁住 有没有辅助装吗 极限了这波 这永恶位有点多啊 还好我这波预判的位置挺好 预判闪现过去A他的同时还可以翻墙 这个闪现的一个距离位置非常好 风险有点大 我的蛋 这不最好是辅助装的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是我扛 有 有中险 但成功了 为什么要先出一个残暴之地和追求短币 因为这两件装备2300块钱 获得了 3000多块的性价比 版本答案 版本答案 你出别的装备 你会有一个情况你会有一个处境 要伤害没移速 要移速和伤害你没有CD 反正就是 你要这个 你要1就不能要2 我们这个的话 鱼和熊掌都可以兼得 要1要2都可以 然后后面的话 出装路线 合成路线也非常好 大招隐身 二大兜底 背后一个W 先杀永恩 先杀永恩 就好比我们卤一个幽梦对不对 你卤了幽梦你下一件要出CD 你是不是要出这个 残暴之力 1300块 你太难合成了 这个 这个CD就相当于这个法师的 无用大棒 对吧1000多块 太难憋出来了 你要前面出的话 后面的 出装路线 只要回家出一个场景 那根本不会影响太多 不会 处于一个 你回家之后有钱 但你买不了装备的情况 这样太尬了 不出又没CD 出的话 又太卡了 你不杀两个人你回家能出这装备 谁能保证把把是优势啊 每次回家 巨款回家 主播说的头头是道 分数一定很高吧 还行吧 你飞可高一点啊 他刚才是没发现我吗 感觉出过了一个E 感觉出过了一个E 操了我不知道 不是我都一脸懵你知道吧 这E3应该是刚没看我 他转到他自己的视角的时候他一脸懵B 我也是一脸懵B 感觉出过了一个E 谁知道他会直接走我脸上 你先去找我把线推 我把线推了 现在推来了 这都不确定 拜拜 加油 开南 你还我人头 开南 我吐了 啊 这波没办法 还得A他一下 因为 本身是不用A的 但是他 杀了这个 他杀了这个蓝Buff 升级 在外加打野弹回血 我还得A他两下 他这个回血的话 A他两下 要被凯南收 吐了 吐了 注意附近的TP 吃到这也可以吃 但他TP招呼我就记了 我没蓝了 别带我节奏 别带我节奏 哇 这就是鬼 我以为你开这个车要上去撞人哪 这波的W想装 一定要卡視野 為什麼 Eazera手持虛弱 你一定不能在秒他的一瞬間被他看到 看到了基本傷害就不夠了 不管是他先掛虛弱還是後掛虛弱 這不少一個點人 虛弱一定不能讓他放出來 打完一套連招得趕緊往後撤 不給他放虛弱的機會 你把輔助都有個人頭,我沒有啊 還有兩個小,小的才值錢 小龍可以打嗎?小龍還有40秒 40秒一個來得及 再吃一波兵 八一不能轉 不過新版本有個裝備確實很啊 昨天探索我這個新版本的時候 別出來這兩天緊急加強的裝備 這減傷是不是有點過分啊 劍聖,劍聖的減傷到底點人有沒有用啊 我知道他W可以減傷你知道吧 但我覺得掛點應該可以取消掉 但看這傷害的流動應該是沒有減掉 鞋都不買,什麼意思啊 沒事啊,兄弟們,買鞋的左上角啊 差點給我觸發連招了 劍聖好像點燃解不了他的減傷啊 他開W的時候一定不能打咯 第一件打不出幽夢,第一件出幽夢也可以 第二件,你要暴力一點的話 第一件出傷害裝也行 如果覺得這一局的對線 這一局的一個對局 流走的頻率不用很高 那你可以不用出 不用第一件出 拜拜 啊 老六啊 不都回了嗎 主播回完這個彈幕 我直接就上了 我完全沒有想到後面還有人的 我完全沒有想到後面還有人的 就兩種模式你知道吧 一個是主打對線 一個是主打偏向於遊走 先出幽夢的話就先遊走 先出電感三輪車的那就是主打對線 殺了對面中單再走 主播不都說了嗎 從傷暴力沒去 我既帶了電型去打永恩 我肯定要帶那個 出一些比較暴力的服裝 不然壓不住他 你不能 你不能兩個樣子你知道吧 你既帶了一個對線 要暴殺他的符文 你又出了一個遊走的一個裝備 遊走的前提是得把他壓住先 你壓不住的話 推不了線 推不了線你去遊走就虧兵遊走 也虧了這個 我補到沒少 我第一件剛才出了這個東西 猜他有被我秒的風險 不然的話我就給他刮傷 把我士兵收他殺我 W回頭 先先拉開別炸我 別炸我 猜 你們還把我 我操 有人要殺我呀 他們全都在殺我 這都不推塔救一下嗎